中文字幕 李宗盛 經常教人煮菜做餅的Bowie 本身也是一個忙碌的在職媽媽 一個星期只有一至兩天有空買菜 所以對於處理食材特別有心得 新手不妨跟她學習一下 剛才走進來時 其實已經想了大概會煮些甚麼 去買的時候 先買了一些主要的 可以配搭幾個菜的材料 不同的食材要適當地儲存處理 才可以延長保鮮的期限 冬瓜就沒那麼多放 我今天就一定會煮了它 薯仔、番薯 這些其實都可以不用放在冰箱 放在一些乾爽的地方就OK 肉類買回來要先清洗 分好每一次食用的份量 豬肉碎 這裡就比較白搭 可能會煮豆腐 也可以煮番茄 醃肉的時候要留意 如果當日又或者第二天會用的話 正常調味就可以了 預計自己多放一兩天 通常我會醃的味道 就會越淡一點 在用之前的那一招 我就會在冰箱移下來 放在下格 晚上煮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好儲存 還有解凍也快些 處理豬扒的時候 也要先打鬆 剪開筋位才放入冰箱儲存 買回來的菜或者菇 這些我們可以把它包膠袋放在冰箱 但記住不要就這樣一個膠袋 放進去 否則它很容易就會有水 很快會爛 蔬菜可以先用廚房紙這樣捲起 然後用橡筋紮實 就可以放入蔬果格了 而新鮮菇菌 就不要重疊壓著來包 平鋪在廚房紙上 才放入保鮮袋 如果鋪不完 上面可以放多一張紙 再繼續鋪 不過最好 還是快點吃完啦